那麼美麗島電子報最新的民調 侯友宜稍微贏柯文哲一點點 21.9比上21.7 藍先生怎麼看 這個當然就是都在誤差範圍之內 所以的話 我覺得剛剛跟最近 侯友宜的一些動作有關係 包括他情跑中南部 然後包括他今年非常的猛烈的 崩潔賴清德 包括提出了南院的政策 然後等等等 我想一方面就是說 對他這個讓國民黨的支持者 回流這件事情 包括他就是我曾經講過 就是他跟柯文哲 他必須去爭取一個 在菲律陣營當中的打賴極限風 就你必須要成為一個剁手就是了 我覺得侯友宜最近的話 他對於民進黨的炮火 也來得比較猛烈一點 所以我覺得一個是他自己 國民黨內的支持者 一個是對於賴清德的這個抨擊 都讓他目前看起來的話 稍微的就更有一個 看起來五班 就看起來有這個態勢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內 有重回信心的味道 另一方面當然對於民進黨來說 攻擊柯文哲是 最近大家都看得到的 但事實上我覺得 民進黨攻擊柯文哲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會 把柯文哲打下去 或是會越打越起來 這是不一定的事情 所以你說這個仇女 業女到底有沒有效 那是不是因為這個事情發生效果 或者說越打其實也有可能 把這個侯友宜打成邊緣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民進黨自己去拿捏 打柯打 打猴這件事情 他自己必須要拿捏到 就很有技巧 否則的話其實民進黨有一段時間 是很期待民進黨打他們的 越打這個幾乎所有的 娛樂裡面都是這個柯文哲的聲音 那只是說最近因為 侯友宜表現得也還不錯 所以看起來他們的民調 呈現一個並駕齊序的態勢 但我認為 我認為他看一份不夠 我覺得要再多看幾份 因為現在距離 就是包括郭台民調 去登記連署這件事情 還有差不多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半個多月一個月 我認為這段時間還得要在一段時間 讓他們繼續跑一下 多幾份的民調去驗證 否則我上個禮拜曾經打聽過 民眾黨跟國民黨內 針對這個民調的結果 我坦白講 才上個禮拜而已 一個禮拜之前 大概侯友宜距離客問者 還有5%左右的差距 我所了解到的 國民黨有回流 大概從60%幾回 到了70%幾 接近80% 所以國民黨內也若干的 就覺得是有點吃下 定期完至少在趨勢上面看起來 侯友宜是慢慢慢慢 可以穩定住的 但是並沒有到並假期區 那你說一個禮拜變化那麼大嗎 所以我不曉得 是不是真的變化那麼大 還是說事實上美利島民調 還需要有更多份的民調來驗證 所以我覺得對於 菲律陣營當中的話 所以顯然的 就是侯友宜跟柯文 這兩個還有得拚 只是這個民調當中 又突顯出來一個郭台民 他是不是真的決定 他要去登記連署 我覺得也會越來越有 越多人去質疑他的正當性 因為你12%雖然看起來也不差 但是你就是 就是三個都嫌多了 你一定要四個嗎 所以我覺得當他要去決定 九月中旬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去連署 我認為他會有相當大的壓力 很多人會問說 那你郭台民圖什麼 我最近就已經經常碰到 有人問我了 郭台民到底圖什麼 你明明就贏不過 你又選不了總統 你又不可能成為一個 打賴最有能力的人的話 那你到底要幹什麼 所以他到底要幹什麼這件事情 我認為郭台民必須要回答得出來 如果他回答不出來的話 即便他去登記要去連署 我認為他都不會發揮作用 他至少會是 率先被棄保的那一個人 我覺得所以這是郭台民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就法律陣營來說 比較不用擔心的 應該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兩個人之間的競賽 這件事情是比較清楚的 回過頭來看 我認為我們剛才講到說 到底未來棄保棄得乾不乾淨 我覺得現在都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原因在於說其實賴清德的民調 上不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認為他這一次過境 即便剛剛巨見也聽他說了 說也沒有到什麼規格差太多 也因為這個必須要公平對待 這個什麼候選人 但是你要去跟之前對照 也不要跟別人對照 就跟賴清德上次去年自己對照 他上次的話過境的時候是到LA 這次是紐約 他過境的時候即便是疫情期間 他在他下他的旅館跟17名 美國的國會議員進行視訊對話 即便是要視訊而已 你現在也可以視訊 坦白講他如果去 他這一次去過境紐約 如果說美方願意的話 也可以讓他在這個旅館裡面視訊 這都沒有 視訊的話連這都沒有 當初是17個 回來的時候在救急站的回程 他辦了4場的視訊會晤 而且他這個範圍非常的廣 去的時候是接到美國的國會議員 回來的時候又有商界人士 又有前國務院的官員 然後又有一些Stanford的什麼 校長 資深的什麼副院長 都在跟他座談 所以因為很明顯看得出來 我認為美國這一次冷淡的對待 賴清德這件事情 是真的非常的清楚的 所以對於賴清德來說 當美國都懷疑他的時候 我們剛剛也講到Bloomberg 不是 問他是步步進逼 他回答過一次的說 我沒有要宣布台灣獨立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還不甘心 還問說你能不能台獨入境圖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來 如果美國的媒體反映出來 是美國政界的擔憂的話 美國政界確實是擔憂賴清德 他某些部分沒有辦法 Hold住整個台海的和平 所以我覺得這是相當程度 為什麼賴清德沒有辦法突破 他的選 他的民調的支持度的關係 如果是一直都35%的話 坦白講就算柯跟猴氣不乾淨 只要有10% 只要有一半左右 其實都很可能就會翻盤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話 賴清德的狀況 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點 另外就是柯跟猴之間 剛剛提到時程大概這樣 我剛剛查了一下 聯署如果郭特朗要聯署 是9月19到11月2號 這是聯署期間 然後登記是什麼時候 是11月20到11月24 選舉是明年的1月13 大家記住這幾個時間點 郭台銘會不會去登記 會不會去登記連署 如果連署成功了 他的10月20號到24號 他會不會去登記 這些都是指標了 來 佩君 其實這份民調 這個還在誤差範圍之內 所以你可以把它視為 就是猴跟柯並列第二 但是對猴的指標意義來講 除了整體的支持度提高之外 另外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就是這一次自認政黨傾向 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對猴友宜的支持度 已經來到74.6% 在比較模糊的其他泛藍族群裡面 他跟柯文哲已經拉開了 有10%的差距 這個指標意義代表的是 因為之前的民調 我們藍營支持者憂心的是 鐵盤不鐵 民眾黨有8成6支持柯文哲 綠營有8成支持賴清德 可是藍營對猴友宜 沒有這樣子相對的政黨忠誠度 這個狀況在這一次 看起來是有獲得改善 我同意藍軒姐剛說 猴友宜必須要做 非綠陣營裡面的打賴極先鋒 這個關鍵是除了他個人的能見度 可以提升之外 你必須要去對 他們政黨傾向已經表態 是支持國民黨的選民 你要跟他們證明 自己才是代表藍營 代表泛藍最佳的總統大選 總統大選的候選人人選 這個民調我覺得顯示 國民黨看起來在接下來選戰 是後世大有可為 當然侯柯文民調的起伏 主要還是非綠營的 支持者板塊的移動 侯團隊當然自己要先做到 軍心穩定之外 柯文哲面對的是民進黨 用各種工具批評 高雄安案可能是一個因素 性評問題繼續攻擊 可是參選組合 如果變成賴 柯 郭 猴 四個人的話 猴就跟柯完全打拼 但是還完全的領先郭台銘 我倒是覺得賴清德的支持度 維持在35%這件事情很有趣 看起來雖然是停滯 關鍵當然是因為他說 沒有拓票能力 舉一個例子來講 衝不破天花板 大家知道綠營在這次選舉當中 對青年選票相對來講 沒有過去大選的優勢 這個原因其實有很多 舉例來講 賴清德最近做了美國人拿工 他的兒子在美國生了孫子 當然落地就拿了美國籍 是美國人 我覺得作為台灣 相對成熟的民主環境 大家可以接受政治任務的下一代 已經成年了 他有權力去決定 自己生活的方式 無從智慧 但是賴清德作為可能的 下一位總統人選 你的二代三代都在美國 拿美國籍 會不會左右 你對於台海之間 是否發生戰爭的 這種微妙心態跟立場 賴清德在日前 接受專訪的時候 這個猶台作求給他 他就說 請大家相信我 我的兒孫雖然仍在美國 但是心在台灣 這個相信我之數 你過去拿出來晃一晃還可以 這是對年輕選票來講 相對剝落感太強了 我可能這輩子 連美國都還沒去過 你在美國落地神根 然後你叫我相信 人在美國 心在台灣 這個票真的投不下去 但是我認為這件事情 有趣的是是 你把它視為停滯 但是其實也不然 因為你換算投票率 其實還是拿到過半的選票 所以對這個非率來講 真的沒有掉以清新的本錢 在民營在網路跟 社群上面的操作 資源的投入 現在看起來很奇妙 不是在拉台賴清德 是在打猴跟打科交錯使用 然後中間在穿插一些尊鍋 所以這個戰術會讓非民進黨的 候選人之間各有消長 然後確保即使賴清德 在現在這個 投票能力有限的發展情況之下 還是可以因為 這個非率陣營裡面的 各種競爭者的支持度 互相拉扯 然後沒有辦法分散 導致分散投票 沒有辦法單獨勝過賴清德 所以非率陣營在現在看起來 是沒有辦法掉以輕心的 即使35%衝不破 我是覺得看趨勢 不看絕對數字 但確實剛好藍跟白就一上一下 侯友宜那個趨勢是逐漸往上 科試逐漸往下 到底有沒有交叉 倒不一定 不過我個人來看的話 主要對手 如果民進黨的角度 我認為還是侯友宜 因為總統是超級大的選舉 而且不是總統一個人在選 那還有立委 不可能只靠空軍打贏選戰 你一定要有陸軍 你一定要有立委 國民黨有三隻幾席縣任的立委 還有16個縣市長 所以國民黨的實力還是不容小叙 國民黨現在最主要問題就是 他基本盤不見 其中當然有很多因素 郭泰銘也可能是個因素 因為郭泰銘在那邊要選不選 嚴重會傷害到 侯友宜的選情穩定 那到底郭泰銘選不選 我覺得有幾個訊號要突顯 剛剛趙大哥有講幾個失誠 第一個在達到趙大哥 你講那個登記失誠以前 郭泰銘我認為第一個 他要有副首人選 你登記要登記副總統 第二個 我認為郭泰銘要主黨 郭泰銘沒有主黨就選假了 他不會選 因為郭泰銘選會不會當選 我認為他自己也知道他可能不 他當選機率很低 但是他可以留下來的是什麼 如果他真的是對政治有興趣 延續他的影響力 他一定可以拿一個黨團在立法院 如果以目前來看的話 5% 1%大概13萬多 65萬 郭泰銘自己評估你拿不到5% 你拿不到三級的顧問區立委 你如果沒有主黨 那你這些所拿的總統選票都浪費掉 對不對 如果你主了一個黨 那你也形成一個黨團至少三席 萬一在未來的立法院 形成多黨不過半 那郭泰銘總是中了頭彩 他政治的獎勵就大 他可能就發揮一個 槓桿的關鍵少數 所以我認為如果以政治的角度來看 你要有副首人選 你是要主黨這才像是一個要選的 但不管如果看起來好有意義 不 郭泰銘還是 他的選票比較影響多了還是可批 好 就民進黨的角度來看的話 撒卡都選舉一直都是最複雜 撒卡都選舉如果就領先者來講 他只要第三名不被徹底拋棄 那領先者就會當選 現在大概 如果你撒卡選的話 目前大概就形成這樣的一個局勢 那撒卡都就不一定了 所以郭泰銘選你說會對誰有利 如果郭泰銘選的話 所有的非率選民都會要求整合 那你現在是藍跟白的選民 都不要你整合 國民黨你要不要整合 你要不要放棄不願意 你支持者也不願意 為什麼要讓柯文哲 柯文哲這邊也不願意 你撒卡都的話就相反了 要求你整合的壓力就會由下而上 因為你的支持者認為你不整合 撒卡分內怎麼選 所以我認為這個選舉目前看一看 我覺得這個都 未來的變數都還非常大 就是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為了你 其實這個選舉的比喻 像是最適合的 就是因為我的選舉 來的興奮 但是我現在看到 但是我沒有ulation 你其實也帶來的 他也在看